就在KTV的包廂門口 男男女女走來走去大聲爭執 原來28歲的男子疑似走錯包廂 遭到包廂內三四十歲的 這票人馬大聲叫罵 讓他怒火中燒 竟然跑到車上拿來西瓜刀 一陣亂砍 37歲的男子胸口重刀 血流不止上市嚴重 另外一名40歲的男子 則是左手臂幾乎被砍斷 警方到場嫌犯一伙人早就逃之夭夭 結果胸部重刀的37歲男子 被砍中動脈 宋醫搶救後宣告不治 左手臂幾乎被砍斷的40歲男子 生命垂圍 宋醫後還沒有脫離險境 命案就發生在屏東市 自由路與太原路口的KTV 凌晨10分疑似走錯包廂 雙方起口角衝突 進而引發磁西瓜刀看人事件 造成一死一重傷的慘劇 迅速調閱現場周遭監視器 並將相關人員帶回調查 目前警方已經帶回 三名相關人員偵訊 並全力追棄再逃的28歲 林姓祖賢 TVBS新聞 葉鳳達 屏東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